字幕提供 看到我手上拿著這些資料 大家是不是覺得好熟後面呢 沒錯 就是大家每次入職的時候要填的強積金MPF表格 相信不少打工仔都會覺得無從入手 甚至是不知為何好 但是關乎自己的儲蓄 千萬不要亂填 今集會教大家怎樣利用網站去找資料 自己做專家去選擇適合自己的強積金MPF基金 很多時候公司都會有特定的MPF積金箱 例如當你公司選的是匯豐 HR一般都會給你這份東西參考 不過這裡只有基金的收費 我又怎知道它的表現呢 這個時候就要自己上網做功課 其實每間積金箱的每隻基金都會有一張基金便欄 Fest Sheet 它可以給大家看清楚 每隻基金在買甚麼和回報是怎樣的 我們看Fest Sheet的時候 最重要是看十大資產 投資總合分佈 回報等這三個項目 十大資產會列出基金的Top 10成份股 有趣的是 其實很多基金都是買同一堆股票 以雲理為例 原來北美股票基金 國際股票基金、進取基金等十大資產的成份股 都有Apple、Amazon、Microsoft Group的證券 即是即使基金名不同 但投資的證券是相似的 反映事實上是很難做到分散投資 到了看投資組合分佈 可以看到十大基金的股票、債券持倉、行業的百分比 除此之外 在Fest Sheet上面也會見到基金表現一欄 會有累積回報或是年率化回報 年率化回報也即是表示 基金平均每一年有多少回報 每一間積金箱都要定期在網站上面 上載最新的Fest Sheet 但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建議大家可以直接搜尋基金的名稱 或打去積金箱的Hot Line撒取 來到第二步 如果大家想比較不同積金箱的表現 都有一個工具可以給大家用 大家可以進入積金稿NPFA的網站 按強積金基金平台 然後按我的選擇 例如選選雲里、友邦、匯豐的美股基金 當然大家可以同時選多幾個基金做比較 上限是10個 大家會見到基金的基本資料 開支及收費資料 回報及風險資料 比較完它的表現及回報 其實基金的收費及開支也很重要 如果要比較支出 就要看基金開支比率 它是包括管理費、行政費、保證人費等的開支 這個數據可以在積金局網站及Fest Sheet上面看到 如果大家都想比較開支比率等的資料 可以上回剛才介紹的積金局網站平台 不過基金越便不代表越好 況且每隻基金的開支相差只不過是1至2個百分點 但回報差距就可能去到幾十個百分點 所以比較回報才是最重要的